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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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次明明锁定好了 就是有人爱多事 自己跑去当他 我倒是觉得 有可能是因为行踪不入 所以才会被发现 你的意思是我跟踪技术很烂 你们在讨论什么事 队长 队长 学姐 就小元把人跟丢了 我把赵文翔跟丢了 不知道跑去哪里 反正他都还会住在那边 就没有什么问题 对了 宋副分局长把赵文翔带走 是什么事情 听说警方怀疑 他们聚重想要重建飞虹集团 而且 也是要找他协助帮忙调查发哥 JK要找赵文翔协助调查 是赵文翔那边 有我们不知道的情报 还是JK想透过赵文翔 知道我们这边的情报 我能反过来 利用特搜队 来保护文翔吗 虽然赵文翔长期不在台湾 但这并不能代表 这期间他都完全没有 跟飞虹的人联络 可以解释 我们都以为他们会用赵文翔 来威胁李渭 现在发哥会把李渭处理掉 是因为李渭知道的太多 还是因为赵文翔回来 可是看赵文翔的样子 就知道他不会有任何资讯 大胆假设细心求证 晓媛继续盯着他 智云 我上次有请你帮我调查 一桩面门惨案 帮我确认一下 是不是这个地址 对 这里就是王家灭门惨案发生的地点 这个灭门惨案不止跟发哥 他没有关联 甚至还有可能 跟太极有关 要什么假设都可以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求证的时候 智云 你那个时候调查 他们家还有什么亲戚吗 这部分还没查 好 那你继续查 你查好之后再告诉我 关于追杰 还有赵卡的部分 进度怎么样 我们有在调查 他们整个可能的犯罪结构 得知本来扑获四十公斤的摇头丸 其实是海洛莹 被他们调包了 的确很有这个可能 我的徐炳要办公室的天花板 怎么会有采用海洛莹呢 因为这涉及庞大的利益挂钩 所以我们要先从两人的金流查起 就像之前查的英文一样 很好 有什么进度再告诉我 我就跟你说 我刚被调职带走了 而且因为你的事 我被我老大骂了 好了 我知道了 我帮你找那女的拿回录音档 这样可以了吧 你们谁会开手 我会 那你跟我来 你先回去 还有 外面很多警察盯着 出去小心一点 走 干吗 仔细看前面啊 怎样 你现在是不是越来越有柳人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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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啊 你现在说好脸都不会红的 你现在说好脸都不会红的 要不是你把人羹丢了 我会需要来这边帮忙钉吗 我会需要来这边帮忙钉吗 我看只有阿虎出来 小元 你继续监视赵文翔 去跟他 他会不会急着回去啊 现在都十点了 这时候出去准备有好事情 如果赵文翔出现的话 休息跟我联络 看一下 肿起来了 警官啊 这里你有哦 漂亮哦 好 真的是要来找队长吗 好 队长 怎么了 我在你家楼下 我刚才看到阿虎 带了一个小弟准备要进去 注意一点 队长 我 怎么就挂断了呢 我在队长家楼下 请马上过来支援 喂 队长 帮我开门 好 你等我一下 我开了 队长 阿虎他们上去四楼了 四楼 四楼 一飞 你先来三楼上我 好 这下 怎么样 打不打得开啊 你们在干什么 喂 队长 你干嘛 呃 队长放开我 不要动 你再动的话 就告你袭击 不动啊 队长 带走吗 凭什么 我没犯罪 走点火 我劝你小声一点 你再吵的话 就再告你一条 方案安宁 智云应该快到了 莫塔人现在在哪里 喂 智云 你在楼下了吗 好 你现在上来四楼 好 再见 阿虎 你带小丽来这边做什么 说 你不说没有关系 等一下回去你就知道 怎么了 里面有味道 什么味道 是臭 《 见不见 你会练成吗 权acious 麦 你会练成吗 他肯定会练成 dessas 珍 tears 无聊 你觉得她会自杀吗 女团被迫结束 我相信她打击一定很大 但是我一直想不通的是 阿虎为什么要来找方琪玥 这两个人有什么交集 晚上鬼鬼祟祟的 还想直接闯入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会不会是跟赵文祥有关啊 毕竟赵文祥 现在是阿虎的老板 阿虎不是要去找白正浩 她是受了胡绍燕的委托 找一个住在里面的人 拿回一样东西 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胡绍燕 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她又是说录音档什么的 反正不是毒品 我现在蛮相信她的 她很坦白 虽然她被判过B狗 但我却是很信任她了 这也不无可能 竹竟赵文祥 你觉得呢 竟然在现场抓到阿虎 就问阿虎吧 队长 监视组差不多完成财政了 现场无任何外力 入侵 破坏的痕迹 也没有任何打斗的迹象 死因为窒息而死 虽然她没有留下遗书 但是监视人员在桌上 有发现许多纸张 内容为她对于 女团解散的事情很难过 还有一些她为了记下舞蹈动作 所留下的记录 目前推断 疑似自杀 自杀 亦菲 你觉得方齐悦 有自杀的动机吗 的确有 但是我还是想先了解 为何阿虎非找齐悦不可 指纹的部分呢 电视人员采集到许多指纹 仍需要进行比对 把阿虎带回去征训室 依菲 有你负责 不需要让阿虎知道 方齐悦是自杀 是 队长 队长 德亮 发生什么事啊 我刚才有看到警车还有救护车 从这边离开 安叔 你先回去休息吧 刚才警方 发现方齐悦 在家直杀 齐悦住手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 为什么 为什么 安叔 警方都还在调查 你先把自己照顾好 一定是他害的 你说什么 不是犯人吗 凭手把我靠起来啊 现行犯 再加上袭警 够不够啊 袭警 我哪里袭警啊 是你警察打我 欢迎你去验伤 但是如果没有伤呢 我会再告你一条误告 您 走屁股 你之前是因为幸运 才犯过牢狱之灾 但是现在呢 我劝你不要再乱说话了 我们问什么 你就打什么 请你照实回答 省得给自己添麻烦 你为什么连续两天到方齐悦家 我没有啊 还敢说没有啊 我明明看到你在他家楼下鬼鬼祟祟的 徐警官 我那天就刚好经过而已 那一栋谁的家 我根本不知道 经过 那为什么鬼鬼祟祟的 还看到我就跑啊 可能 就赏了比较不正派吧 徐警官 我那天还特地跟你打招呼才离开 你忘了吗 赵病火 你刚刚讲的那些 不管是不是真的 这些记录 未来都会到法官 和检察官那边给他们看的 至于这些证实 对你有没有帮助 我就不知道 你有没有笑什么 笑你搞不清楚状况 你要知道耶 现在是死了一个人 而你呢 有重大的嫌疑 队长 刚刚义飞直接说 阿虎跟方喜悦的死有关 会不会 这就是我为什么告诉依飞 在必要的时候 不需要让阿虎知道 目前初步研判 方喜悦是自杀的原因 人就是这样子 当你发现你扛下 扛不动的责任时 你就会有压力 你就会害怕 所以就会说实话 或者是开始动摇 该不该说 你还记得之前阿虎 因为绑架李威的事情 被甄讯 那个时候的她 她很清楚自己要说什么 是对她自己有利的 你看她现在 对于她去方喜悦家的目的 她什么都不肯说 这表示 涉及赵文祥的可能性 越高 队长 我从监视组拿照片回来了 队长 为什么只有尸体的照片 这是我私下请他们帮忙的 我想要先确认尸体的状况 芷芸 你帮我调查一下方喜悦家的WiFi 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好 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嫌疑 那天我连脚都还没踏进去 白症号不是也在场吗 谁能证明你没进去过 你最好老实交代清楚 你整个杀人的过程 人不是我杀的 我没见过那个方喜悦 那你找方喜悦做什么呢 周定虎 你最好配合一点啊 从现在开始 我拒绝夜间真讯 好 这是你的权利 队长 阿虎拒绝夜间真讯 而且他坚持人不是他杀的 我本来就很意外 他会愿意接受夜间真讯 但是他中途拒绝了 就表示你有给他压力 一飞 做得很好 但是 方喜悦本来就不是他杀的啊 我认为 方喜悦被加工自杀的可能性 非常高 怎么会 我有去命案现场看 使者上吊的地方 没有任何地高的物品 还有椅子 以他上吊的高度 除非他会轻功 另外 他脖子上面的勒痕 也有两种不一样的方式 上吊跟勒死的受力程度 还有受力方式都是不同的 上吊跟勒痕 他会呈现V字琴 痕于你的颈部 而且他的最高点 就是打劫的地方 像如果他被勒死的话 通常会呈现水平 当然 这些都只是我的观察 我们最终还是要等法医的 解剖报告出来 队长太厉害了 跟法医差不多 我在现场的桌上还是有发现 几罐啤酒罐 还要看死者体内的药物反应 还有酒精浓度 但酒精浓度高到失去知觉 也不至于上吊自杀吧 查到了 方琪月家的WiFi刚装没多久 序号也有了 现在只要知道 他的WiFi名称 目前应该不行 方琪月家的WiFi线拔掉了 队长 你到现场只看过一眼而已 WiFi 你打电话去帮我确认 我还要知道方琪月的死亡时间 好 好 喂 你好 我是特搜队许玉飞 我想要确认一下 方琪月家中的WiFi机是否有插线 以及死亡的时间 好 好 了解了 谢谢 队长说得没有错 现场WiFi机没有插线 另外 依照尸体的状态 应该是超过六十个小时 但是正确的死亡时间 还在法医解剖之后才可以确认 这样代表他已经死亡两天半了 可是昨天我跟队长 还有听到他穿高练习练舞的声音 电梯怎么刚好从四楼下来啊 学姐 你昨天真的有听到四楼跳舞的声音吗 也可能是其他的住户啊 我这三天 已经听三次了 队长 你又闻到香水位了吗 队长 你又闻到香水位了吗 你这样子贼等着你搭桶一班电梯啊 没事的 三乐很会就到了 进来吧 不是吧 白队长 你家收税也太差了吧 难不成你每天站在这里用手机啊 是啊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方琪月家 我们在查案呢 方琪月目前有她杀的可能 避免破坏命案现场 禁止任何人进入 除非有紧急事项 而且法官要同意 对 方琪月刚刚为什么会出现 难道她真的像白正昊说的 是被人害死的 队长 我看到一个叫Sabrina的热点 是没有密码的 应该也有两个才对啊 另外一个是需要密码的 该不会 方琪月家的Wi-Fi 名称就叫Sabrina 我前天才看到她 应该不看到 这样吧 我明天去跟法官申请进入了 我们把网路线插上 就会知道了 好的 另外 竹剑 你等一下陪我去找赵文翔 要去找赵文翔 我要先去探探赵文翔 对于阿虎去方琪月家知道了多少 最主要的是 我要重新锁定他的手机 既然赵文翔在找发哥 我也要知道他找到什么程度 对于阿虎的 我现在做了什么程度 我先去做什么程度 要去看他 我先去看他 要去看他 我先去看他 他说他要去看他 如果他要去看他 他要去看他 就跟他一样 他要去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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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三点 谁啊 赵文翔 我是特搜队的白准昊 还有 下次如果警察进来 就把手机关机 以免被追踪 知道吗 白警官 都几点了 你不睡觉 我也要睡觉吧 你的队员也要睡觉吧 犯案不分日夜 我们警方办案也不分日夜 真是辛苦你们了 梅兰 请坐吧 所以白警官 今天来办什么案 你的小弟阿虎 你知道他今天晚上 做了什么事吗 杀人还放我 你是他老板 是不是你教授的 我贴心让他准时下班 我怎么会知道 他下班后去干什么 难道说他杀人放我 你要伤在我头上吗 如果不是你教授的 说定我有这么大的胆子吗 说错了吧 他之前背叛B狗 有谁教授吗 他如果不够听你的话 你怎么会有一个 背叛老大的人 是不是 杀人墙的手机关机 我没办法锁定 怎么这么刚好 上次要锁定他 他也是关机 好估计 水里警官 阿虎到底做了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 这有什么好变的 需要吗 赵文翔 不管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因为你的小弟周定虎 他拒绝夜间增讯 所以明天一早 我们会再预谈他 如果有需要你的话 我们会请你来特搜队 协助理清 请你务必配合 你不用看李警官 看我就好 有美女不看 难道还看你呢 他比你像警察多了 我们只是需要你配合调查 你不用想太多 我一定配合调查 怎么样 没睡好啊 是不是因为你杀了方启悦 所以睡得不安稳 都说人不是我杀的 到底要有想起变呢 那你到底去找方启悦 做什么呢 对 周定虎 你不说是要保护谁啊 还是说 这件事跟赵文翔有关呢 跟赵文翔有什么关系啊 这件事是我的私事 你说的话我们一定要相信吗 你再不交代清楚的话 我们就会怀疑是赵文翔教唆 我会请他过来一趟 我会请他过来一趟 格亮 我出去跟队长报告 周定虎为了要保护赵文翔 什么话都不愿意说 也只能这样子咯 等一下 我说 我真的不认识方启悦 我真的不认识方启悦 是胡少彥请我去帮忙 胡少彥 我们本来就认识 有点交情 那请我去找方启悦 买个很重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她说只要跟方启悦讲 她自然知道是什么 不明的世界的真相 You can't find me 现在不管心还是不梦命 既然跟KY有关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你们迷妹就只相信自己 愿意相信的东西 听起来 阿虎隐瞒很多事 我是不是不该让阿虎离开 虽然阿虎她隐瞒很多事 但是我倒是相信 她跟方启悦的死 是无关的 为什么 你们想一下 阿虎她好不容易才获得 赵文祥的信任 所以她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她都让赵文祥知道 她现在的责任 是要保护赵文祥 她绝对不会因为 要帮胡少彥拿东西 就动手杀人的 队长 你昨天就认定赵文祥 知道阿虎去做什么事情吗 赵文祥她绝对知道 只是她不知道为什么 阿虎她会被抓 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知道胡少彦 她找周定虎 去方启悦家拿什么东西 还有 为什么周定虎会答应 直接找赵文祥问清楚这块 赵文祥真的知道吗 书记 你跟小元去找赵文祥 我去找赵文祥 这整件事 跟赵文祥一定脱离不了关系 所以你们要想办法去收 看有没有可疑的东西 还有大家要注意 阿虎从这里离开 他去了哪里跟谁见面 我都要知道 是 学姐 队长 那胡少彦那边 当然要 葛亮 易飞 你们请胡少彦 过来特色队协助说明 是 芷芸 法官同意了吗 同意了 队长 你以前是不是常常 偷偷跑去命案现场查案 我被警告了吗 法官说 看在你这次有记得申请的份上 才答应的 他还说 我们查到什么 记得跟他共享 你答应了吗 我说 我会转答 聪明 刚要出发 芷芸 你跟我一起 虎哥怎么都不接力的话 该不会出事了吧 胡少彦 你们是谁 我问我哥 因为你 被查逃出去做吊子 到现在还没看到你 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那东西拿到了吗 我这问你 奉你回答我 是 我就请虎哥去帮我拿东西而已 我还要付钱 我们虎哥因为你被抓 这条难道这点钱就够了吗 好 那现在你们想怎么样 追 这个胡少彦 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呢 是不是你知道我们警方去找他 去那家看看都知道 胡少彦 郑住 胡少彦 警官 有人要转我 让开 我是特州队帅警官 你们两个是怎么样 大白天的 想抓人啊 警官 误会 误会 没有误会 他们恐快来威胁我 你少在那边跟胡说八道 不要吵啦 全部都跟我回去 你 不对 为什么我会要 我们是来找你 我 现在是什么意思啊 当在便利商店 今晚想来点什么吗 我们想请你协助厘清 阿妩试图闯入房奇岳家的原因 我昨天已经跟你 还要你队长解释得非常清楚 我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去 也不知道他下班后去了哪里 不要说那么多废话 跟我回去 跟你回去 你算老几啊 因为你是阿虎的老大 没有你的允许 他敢这样做吗 你队长昨天已经问过一模一样的话了 你可以回去问问了 还有 你很爱打人很爱呛人吗 我们飞红门口最近缺一条看门狗 我帮你安排一下 让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 爱怎么呛就怎么呛 人来你们飞红平常都在做这些垃圾事 根据组织犯罪防事条例 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组织 这可是违法 东东 给我搜 干什么 你们没有搜索票 我让你们进来已经是我最大的退让 你们要是再给我靠近一步 我就告你们私闯民宅 告就告 看谁有理 东东 直接进去 是 给我站住 有站好 让开 小连逆来进 赵文翔 你现在如果再惹事 还会有人帮你擦屁股吗 赵文翔 你搞清楚这是谁的问题 已经告诉你不要惹事了 现在还要让爸爸帮你擦屁股 学姐 你就应该让我打这个垃圾 干嘛拦我 因为你才是那个垃圾 所以你 闭嘴 随便 还在眼睛 是 学姐 你就应该让我打这个垃圾 干嘛拦我 因为你才是那个垃圾 所以你 始续 我拦小元不是因为她有错 是因为我们没有必要跟民众起冲突 但是你打警察 我一告你袭警 你给我等着 好 好 那我會跟我的律師說 因為你們特搜隊私闖民財 我好害怕 我才動手 怎麼樣 看誰有理 怕了吧 阿武的事情 你是真的不知道嗎 我要說幾次 你才會願意相信我 這件事與我無關 你一臉就是在裝死 你想要讓阿虎扛全部的責任 你們現在警察是搞不清楚狀況 意要逼人承認是不是 我們現在就是來搞清楚狀況的 事實就是 你們不知道 東東 給我二十四小時監視他 再放個巡邏箱 盯死他 是 是我拜託虎哥幫我去跟齊兒拿東西的 拿什麼 拿錄音檔 什麼錄音檔 就一些未發表的demo嘛 未發表的demo 那為什麼你要找阿虎去幫你拿 而不是你自己去拿 我 我提醒你 不要說謊 我跟齊兒吵架 他一直不理我 齊兒 一輩 有個動作是這樣子 女團解散後 你們也沒見面了嗎 我知道公司解散女團的事 讓她對我很不諒解 所以不肯見我也很正常 他不想見你 你就找阿虎去騷擾他 恐嚇他嗎 欸 我沒有 我不找熟人 是怕事情變得更複雜 所以才拜託虎哥幫忙 我是真的只想拿錄音檔啊 吳少爺 方麒葉死了 怎麼會這樣 隊長 找到了嗎 方麒葉家的Wi-Fi 真的叫Sabrina 你不是說不太可能是Sabrina嗎 應該要有兩個才對啊 另外一個是需要密碼的 該不會 方麒葉家的Wi-Fi 名稱就叫Sabrina 我前天才看到的 應該不可能 確定可以零線嗎 試一下 可以 密碼是方麒葉的手機號碼 方麒葉是用網路線上吊死的 依照他死亡的時間 網路線應該早到他死的時候 就會拔掉了 所以你那個時候在我家測試 只有找到一個不需要密碼的Sabrina 那我卻在他死之後 還可以搜尋到另外一個 需要密碼的Sabrina 隊長 所以你跟學姐聽到的練舞聲音 就是從這裡發出來的 他感覺這兩天都有人在跟踪他 這個才是胡少彥在找的錄音檔 你是要告訴我 USB在衣櫃裡嗎 學姐 你怎麼在衣櫃裡找USB 警官救我 我身邊胡抓過來的 大衛在收隊 這些錄音檔我們都聽過了 很清楚你到底說過什麼 他懷孕會害了我 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如果不放耳 要怎麼讓雨上溝呢 江太公釣魚 院子上溝 我需要一公斤的毒品 最好是一起的 這樣對嗎學長 你做什麼啊 麻煩你跟我回對上一趟 跟方齊悅的命案有關 齊悅真的自殺人嗎 看你這麼害怕 是不是跟你有關啊 不是我 你就是一個沒有殺人的殺人外 李珊 來 賣血 現在最好清醒點 幾顆倒數生盤 開始無人的熄滅 夢太過正式結束 慢慢fade away 情緒變靈 崩潰還是不理會 無法逃離他的身邊 你要相信 說算僅僅力氣 無法繼續前進 來看看有多可笑 人生的上半場 上半場被這抱不跑笑 通過開始瞬間放大 哪裏釋放危險緊要 無謂無自禁的嘲笑 也要不停尋找 看不見的信號 猜著混亂不明的世界的真相 Cut me wrong Shut me down with the headshot 猜著混亂不明的世界的真相 Long me down with one punch You're gonna get me down 我不在乎誰是世界的正義 只有清醒才能獲得奇跡 猜著混亂不明的世界的真相 You can't find the answer 不管現實或夢 有沒前來見過 少在那邊騙我 我早已把抵抗妖魔的身心 零毒烈酒